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对Windows来讲呢 它的这个基本的账户管理呢 都是最基本的东西 然后呢 好了 各位 这个事情我们已经说过 在服务系上的话不可能是 所有的人是不是都是同一个账户工作 对吧 这是绝不可能的 那对Windows来讲也是一样的 那么 所以啊 它都需要给它设一个这个 用户密合理码 各类 在Windows当中一直都拥有这个安全标识ID 一直都有 那这个用户管理的相对来说 就没什么太触犯了 简单 打开之后这个管理工具 对吧 用户 然后呢 右键是不是就可以添加 没错吧 这都是没什么说的 简单 非常简单 然后改密码 禁用 对吧 那我们要讲的可能还不是这个东西 我们讲的可能是 这个是用户的全线分配 在本地的审核策略当中拥有的 这种用户全线分配的一些功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这里是不是可以干嘛 这个新建 对吧 我需要的用户 就说Test 没错吧 给它设个密码 然后呢 后面是不是就可以 这个来选择选项 它这边可以要求 是不是用户登陆的时候修改密码 对吧 也可以不让它改 然后呢 是不是就是 让它确定就可以了 对吧 选择创建 这个用户是不是就会出现 默认创建完之后 所有的用户都属于 有的设设计 这跟Linus不一样 Linus之前是建过 Linus是什么 建一个用户室 建一个用户室 就生成一个乡同用户 作为它的初始组 对吧 好了 然后呢 这里是这些都不用去动 然后要想 改密码 右键 然后要想删这些删 对吧 那这个东西都非常简单 有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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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说本地这个策略这里 本地策略 也就是在我们的开始 然后呢 所有程序的 得没有 那是在哪 空着面板 然后有一个 太多了 找不着 对 在这 在这里 在计算机的管理工具当中 我们会有一个本地安全策略 看到了 本地安全策略打开之后呢 在这里有一个 看一下 这太多了 我就老记不住 看一下 是在 本地安全策略当中 拥有一个用户全线分配 对吧 安全设置里面 安全设置 本地策略 用户全线分配 你可以针对 每一个用户来分配 目前全线 这些全线它其实超出了 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读写执行这样的基本全线 OK 那这是策略的全线 这是策略的全线 各位 我当前的建策是不是都没有加过预 我之前都讲过预 说到吧 它是不是都没有加过预 所以它是等地策略 看到了 看到了 但如果我的这台建策是预控制器 你们的所有的建策都是我的预成员 能听吗 那我的预控制器里面就会生成预测论这样一个测论 能听吗 我只要选择了预测论 我管理的所有的计算机都将遵守这个测论 能听吗 这是对预来做办理 那现在没有预 那是什么 那是不是就是本机的 各位 这个东西你们一般都用不着 一般都用不着 但是 如果你们反共说要实现这个功能 OK 还告诉你是在本机策略里面 你是个领子找的个 是不是领子找的个 比如说 关闭系统 双击 你能看到 管理员和备份组 包括储中用户组 是不是都可以 关闭系统 但是如果对服务器 咋子这是个人机啊 这是个人机啊 如果对服务器来讲 你应该干嘛 把这个普通用户组织 就要从这边删掉 他不应该让普通用户组织 可以管理和重启 我们的服务器 好 个人建讨为什么要有 个人建讨为什么要有 不是有没有所谓的事 而是啥 你要不给个人建讨的 普通用户赋予这个权限 我问你 普通用户怎么 他怎么使用电脑 他用完了 是不是个人电脑 不像服务器 需要24小时开机 还是都要了吧 随时没有碗都要不碗 能不能啊 但是在这里对个人电脑来讲 都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把这个训织打开 看能不能用 我来训织训训训训 把这儿 跟你们上课的是不是这样 嗯 这是不出联的意思 嗯 对吧 现在不还要再干嘛 嗯 另外一个是哪 嗯 得 不能用 你考的事是错了 咱俩的版本不一致 你的版本是什么 你必须的还是训练的 不行 我的版本是8 你高于我的话就不能用 哦 所以 8 嗯 必须是8的2008才可以 嗯 把那个 把那个 它里边的那个 自带的2008删了 然后再给我考验 对吧 都没有 嗯 嗯 这个武器你装卖一点吗 是 它的连起来比较慢 而且比较长 我都不想看 我说你记得了 那就按照你帮我看 我说你记得了 我说你记得了 得了 我还是 我远程联合去 好多东西都做不了 我还得再 这个 必须再留意了 嗯 好了 这是本地权限 OK 你玩的内容是非常多的 如果你需要的话 如果你需要的话 可以进去一个一个来看 对不对 比如说 我想禁止我们用户 不允许从本地等 OK 但是 如果你这里加密 它是不影响眼神动物 明白啊 好了 这是用户的基本的使用方法 有没有问题 没有吧 啊 再说一下 这个不用说了 管理人员是 你寻找S的事 来宾对吧 建议服务系统 所有的动作都要干嘛 禁用S的 OK 然后呢 这里是用户组 各位 默认情况下 有几个用户组存在 有这样几个 挺多的 但是呢 我们常用了 也就是说 我都找不着太多 这都是侧位 这都是侧位 在这里 在这里 关心 那如果我需要让其中的某些 个用户拥有部分的管理人权限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加在这个组里 我就不用再去调整它具体的权限 只要加进去 它是不是就可以干 但是 默认情况下 像这样的重要管理组里面都是空的 看到了 这些是不是都是空的 对吧 那所以怎么办 它干嘛 默认是不是准备了这两个阶段 比如说 我想让它可以进行 这个power use 那么 或者说 这个備份 或者说 执行某些功能 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加到这个组里 明白吗 那这样的话 看啊 在帮助你 它是不是就会告诉你 这个组是用来干嘛的 默认文件组 这里边的组是用来干嘛的 你是不是就可以确定 我是否需要把它加进来 看到了 加入之后 这可行了 下一期登录 重新登录才会生效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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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有问题 还有问题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远要你自己去手工 去感察的呈现 之类的东西要方便 明白 OK 还是这句话 对个人的电脚来讲 我们本机来讲 这些组里的事物都从来没有用过 从来都没有用过 没错吧 但是 如果我们真的是管理的 Windows服务器集群 这个东西是不是还可以 简化我们的管理操作 对吧 有问题 这是默认本机组 OK 内置上后和内置 然后呢 这里是组的新建和添加删除 这都没啥说了 跟新建和删除 Windows用户没有什么区别 有没有问题 然后转里面添加用户 只要点击什么 是不是点击添加就可以了 看到了 会吧 Windows的好处是啥 这样子 就新建和添加删除了 就新建和添加删除了 嗯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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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 密码 密码是啥 密码是啥 就这个 我的密 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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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你们把实验服务器的密码尽量开简单点 像我考试你们的时候都是123或者123451 没必要啊 那是实验服务器嘛 对吧 把这个放在哪 放在哪 服务器上去用 好了 那这是用户组关系 OK 这个都是没啥说的 然后呢 这里面就是 都是我们说的 这是需要人为添加承转的组 需要人为添加的 来吧 我们看一下动态组 这些组是我们都讲了一些 这些组的作用 简单看了一下 好吧 那 我们现在要学的可能是这个权限 各位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什么东西 看 只要在NTS的分区当中 各位 我们现在默认的都应该是NTS的学 看到了吗 它的NTS的分区当中 我们的每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夹 每一个文件或者文件夹 都可以右键选择属性 在里面出现了 安全选项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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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限了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权限的作用 好吧 OK 那么 这个就是说是全线的目的 设了全线的时候才能放在 防止没有全线的情况下是被修改 对吧 这个东西我要说 个人其实上 你们可能很难理解 原因很简单 你们的个人家脑都是 救生一些病毒 大家是不是都用枪梗 都不能做 所以大家是不是都是能处长 但是我说 服务器上是绝对于 这些东西出现类似的情况 这是不可以的 OK 然后呢 这话是不是讲了 是文件系统的概述 我们在讲基本上 计算机的基础的时候 是都有些说话 做了两个 好了 这也是全线 注意 它根据公司的全线 记得吧 我那天前两天上课的 基础课的时候 是不是 整理具科课的时候 说了一下 什么意思 全线也分文件和 文件和 也分文件和 文件系当中是比较文件夹的 咱们的Linux是比较无多的 OK 好 那我们先来看文件全线 文件全线打开之后 就是这样一些内容 来让我们找个文件 这是文件夹的全线 我们找个文件 比如说就这个吧 这件事情 OK 首先 然后安全 对吧 它里面是不是拥有 完全控制 修改 读取 写入 突出现线 看到了 那在这里 我们就能看到 看 OK 有什么 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表格 我如果拥有 我如果拥有 读取数据的权限 如果是允许的 是不是就能查看里面的内容 写入数据的权限 如果是允许的 就能修改里面的数据 如果附加权限 在附加数据如果允许就能干嘛 在文件的这个末尾是加入新种数据 听懂吗 前面这个是什么 更改和覆盖 而这个是追加数据 明白的 说是吧 那删除呢 是不是就允许删除整个文件 各位 这个好像跟Windows不太一样 Windows是不是对文件夹有权限 他这个时候有删除权限 是不是就能删除了 然后呢 有执行 有执行 那好了 各位 我们看一下 这里 对文件的权限这里 其实还是一样的 看 首先 这里是不是默认都是允许的 但是为什么这里都是灰的 现在是不是都这么改 为什么 换句话说 他这个权限是从哪来的 进程 没错 是进程 进程 没错 进程的是谁的权限 进程的是他所在目录的权限 他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目录当中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里是不是有这个权限 所以他下面就会干嘛 拥有这个权限 OK 去哪儿了 他这里是不是有这个权限 那如果需要修改了 在这里 把你不想让他干的权限 把它干嘛 拒绝掉 但是你会发现 他会干嘛 拒绝一个高级权限 下面的权限全部都跟着拒绝 你说明什么 权限是不是也跟不一样 就是 你要想拥有修改权限 是不是就必须得要读取权限 要没有读取权限 光是修改权限 是瞎扯的 对不对 没错吧 它不可能 直接读就读就读 怎么读就去修改 你懂吧 好了 但是你来看一下 它有删除吗 有吗 那是不是还是跟温德西一样的 什么意思 删除权限在哪 跟温德西其实是一样的 在特殊权限里吧 在特殊权限里吧 完全控制 那就应该还是在这里 我们待会再看吧 好吧 在这里 其实是这里的有效权限 在这 OK 它把它又做了一个 特殊的有效权限放在里面 反正温德西这个权限 说实话 它比我们的温德西这种直复发 不简单 温德西是什么 默论权限是什么 基本权限是什么 就三个网 读解之后 就是读解之间 但是它是有一些 特殊的隐藏权限 我们还能讲到 讲到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来想起了解 但是温德西这种 它的权限本质是比较多 还有啊 如何要想 还可以干嘛 修改这个 针对的某一个用户的高级权限 OK 比如说在这里高级 然后呢 在权限这里 可以选什么 编辑 编辑之后 然后选择添加 就可以选择 找到某一个用户 然后呢 给它指定某些权限 看到了 啥意思 我现在对这个文件 某一个用户 现在是对它 还没有权限 啊 那我想要 想要 添加权限怎么办 直接点编辑 可以吧 可以吧 然后添加 然后找到这个用户 比如说 我要找 IC用户 OK 啊 然后把它确件加进来 然后它是不是就 有权限了 机密权限 啊 但是这个东西比较 比较简单 要想有高级的 怎么办 我是不是要选 高级权限 然后呢 更改 然后呢 添加 然后呢 同样一样的 高级 插稿 找谁 然后确定 这种呢 是不是权限就更加详细 啊 它经过所有文件的权限 是不是都有了 看到了 只是 它这种写出的权限 是不是要比我们刚刚 那个 比如说 这五个基本权限 对 是不是要多得多 是不是要多得多 啊 那这个东西是什么 别着急啊 往往下看 好 看在这儿啊 在文件夹权限这里 详细的也要看一下 看什么意思 这里是不是也有 这样 几个 基本权限 啊 它是不是描述一下 这些基本权限的作用 对吧 然后呢 在这一块 如果是完全控制 它指 这些所有基础权限都用 也就是说 我刚刚添加了这个高低权限 看到了 看到了 啊 是它五个几权限之后 隐生出来的更详细的此权限 明白 如果这个选择是完全控制 就代表所有的这些此权限都有 嗯 如果选择的是修改权限 是不是只代表拥有了这部分权限 明白这顺利吗 啊 也就是它用这样的表格的方式 是不是来 这样来做一样的内容 看到了 如果应该用毒水和知情 是不是在紫权限上 会有很多红红的这些 看到了 如果是热书文件家 是不是又来又来 看懂了 所以啊 我们正有看到的紫权限 是要远比刚刚那些 基本权限是比较高 多的路 明白 我说实话 这个东西我也不用送你的背 我只是要求你们 就它有一个基本的八个了解 就行了 知道 它的权限 一点都可以不笔 没有很简单 OK 说实话 这个东西它是你的 在刚接触的时候 它是你的 比Linux的基本权限要较多 看到了吗 所以 第一 我们没有必要去 瞧瞧着它 我们只要有一个大盖的东西 就可以了 好吧 第二 第二 我们就说 温多斯服务器现在数量是一系数 我们 如果当你真的弄到 你当时再来花时间 去找资源 然后再来去查 听懂吗 这样的话 原谅比我们现在当时 拖累的时间去解释 这个东西到上面 因为你不一定用到 听懂吗 而且它是重新建设 我真要用到的话 它理解起来 应该也不算太难 好吧 但是 恐怖啊 复杂了 说这样的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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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